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简直是各发外之的 盗匪横行 涌现出了很多出名的大匪徒 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香港已经快要回归大陆了 但是治安方面却十分混乱 英国人 又印度人 还有巴基斯坦人 以及一部分中国人来当警察 治理香港 但是效果很差 这时候一批来自于大陆地区的汉匪 涌入这片弹丸之地 想兴风作弹 捞一笔大的 当时香港的三大贼王可谓是家喻户晓 三大贼王当中尤其以张子强和叶季桓两人最为知名 张子强纠结了一批犯罪团伙 他再在八年的时间作案无数 连续在香港抢劫机场运钞车 而且绑架香港的顶级富豪 比如最为入名的李嘉诚儿子李泽聚 而另一个贼王 叶季桓以凶狠著称 他多次手持AK47 抢劫了数十间紧迫 而且对来围剿的警察 直接扫射攻击 打退了警察的多次尾部 最终成功逃脱 张子强和叶季桓因为这一系列的事件 而在香港留下了赫赫威名 声明远盖过其他黑社会成员 在他们的犯罪团伙当中 有一个马尚中的人 他来自河北苍州 自小就在当地不学无数 成为了知名的劫匪路霸 混出名堂的马尚中 算是地地道道的河北匪马 后来马尚中南下去广州混生活 无意间 经朋友介绍 认识了叶季桓 张子强 此时这两个香港的黑老大 正好在招揽人手 企图进入香港打劫金铺 然后叶季桓也需要内地人帮他销赃 马尚中就顺势 成为了叶季桓的强将 心甘情愿做叶季桓和张子强的小弟 马尚中初次跟着叶季桓去香港打劫金铺的时候 就手势AK47通风枪直接闯入金铺 一连很香灵枪示威 在震慑住所有人之后 也毫不避讳的连面罩都不带 他就直接抢夺猪宝首饰 当时叶季桓都有些汗颜 以为他第一次抢劫犯案有些紧张 所以提醒他注意掩护好自己 其实这倒不是马尚中紧张 而是他在行凶时的怪皮 马尚中在冲杀的时候喜欢拿着枪扫射 并且喜欢摘照自己的面罩 似乎不习惯被束缚的感觉 马尚中扛着AK47对着警方一顿扫射 并且还边射还边把面罩给摘了下来 无论是警察还是叶季桓当时都比较震撼 这家伙也太狠了 后来马尚中加入到了张子强囤伙之后 勇猛凶悍依旧 再一次非把偷运军火中被捕 最终被警方抓获 就此终结了一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